前面後面奇怪怎麼都不同步 那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它不懂得怎麼樣 貼上連結 如果你用貼上值它不會同步喔 貼上連結能不能同步呢 就可以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第三次 我登錯了應該是80分 結果登成60分對不對 改了變69對不對 那這裡呢如果你用連結 有沒有看到 69分 它就會是同步的狀態喔 兩邊是同步的 那一樣的方式呢 就把這個數學成績 也把它複製起來 再到這邊的把它貼上 記得按右鍵 貼上連結就可以了 再來英文的部分 複製 把它這個地方再貼上連結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連結 最後的話呢 算一個總分 總分打勾 直接點兩下就好 名次的話怎麼算呢 順便提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用一個所謂的 rank 函數 那 rank 函數呢 它的主要邏輯是這樣 你的分數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排第幾名 自動會顯示出來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呢 首先呢 你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 r a n k 往下 好 按確定 有三個 第一個 你的成績 第二個呢 你的成績在某個範圍之內 某個範圍 那特別是這個範圍呢 等一下會填滿 所以呢 這個範圍要固定住 請按 f 4 好 那 order 就說呢 你要遞增還是要遞減 如果呢 0 或省略呢 表示遞減 其他就表示 1 啦 0 或 1 1 的話呢 表示遞增 那我們這個地方應該是遞增還是遞減 要怎麼看呢 總分跟名次之間的關係 總分呢 越高的分數應該在上面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越低的分數應該在下面 所以應該是 遞減嘛 有沒有 總分高的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這個就是所謂遞減 那遞減的話呢 那遞減的話呢 就是 0 或省略的 那這個地方看你要不要輸入 我習慣是輸入個 0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名次就算出來了 好 有沒有 第一名是 230 那再來的話 227 以此類推 利用 rank 函數呢 就可以做出 要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它的成績 第二個是 它的成績在某個範圍之內 然後最後的話呢 是排序 排序 那 0 的話呢 表示遞減 應該主要是看這個 參考的範圍的遞減或遞減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按下 basically 幫助遞減 好了 讓大家記得要把油 正好 開始了 好 再做一下 好 ens個毫無法 所以說吧 一定要忍不明